前面我们提到了修士顿的众多优点 比如说红桌保护房都没有出税 世界500钱总部名列签网 经济多元化 有着全世界最大最好的医学中心 是著名的医学制成人员制度 水路控交通发达 有着全美第二大的修士顿港口 那修士顿作为美国第四大城市 人口持续增长 增长速度在全美排名前三 据统计 每天约有257个人迁入修士顿 大量的人口流入 推动着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的活跃 凡价则处于中低水平 中位价仅需33万5 那这么多的优点 当然也吸引了我们众多的华人同胞们 强来安家 很多人攻略看了一堆 最后还是没人做决定 选择在哪个区域买的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受我们华人青睐的几个城市 希望对你有帮助 排在第一个的是谭城 修士顿热门社区之一 配套及规划非常完善 近59高速 亚裔人口呢 在德州位列前茅 平均家庭年收入10万9左右 高端社区较多 配备了高尔夫球场 像村俱乐部和湖泊 而且区内拥有众多高峰的小学 初中高中 其中77479区号内 普遍学区都好 著名的Climate High高中呢 备受华人青睐 第二个就是KT啦 近年来 KT人口迅猛增长 已经成为首次对华人购房地区 和投资房地产的新兴热门城市 以10号公路发生为 南KT和北KT 南KT774910 77450呢 普遍学区都很好 北KT呢 价格要便宜一些 这里的房屋 建造年代较新 有众多规划良好的社区 成熟的社区 主要有Single Lounge啊 Grand Lake Tamaro 这Lizel at Katie等等 有公园 泳池 湖泊 玩球场 高尔夫球场 等等便利的配套公共设施 著名的Seven Lake Tomskin高中 都备受华人青睐 那第三个呢 就是Pierland 它是位于休息的南边 距离市中心不远 环境宜人 靠近医学中心 增长强力巨大 近年来呢 这里来的新社区 也如雨后春春般的涌向 像Shadow Creek Branch South Lake 和Storm Bridge等等 都是热门选择 这里的生活配套呢 也非常完善 餐饮 购物 娱乐设施 一亿俱全 还有高尔夫球场呢 社区公园 等等秀向场所 学区也都非常不错 那第四个呢 就是Richmond 它是一座又古老 又新兴的城市 有很多的庄园和小农场 近年来呢 因总体规划的新社区 不断开发 吸引了大量购款者 以及华人 在此买班定居 或者是投资 它介于檀城和KT之间 交通便利 距离KT 唐城的亚洲城 都15分钟左右 中国城也15分钟左右 到能源总栏 就20分钟左右 价格与地税都比较低 学校也很不错 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那第五个呢 就是Misuri City 它是仅挨着苏格兰 长期以来呢 深受华人喜爱 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良好的城市规划 和合理的价格 而备受矚目 对初来乍到的华人来说 这里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提供了满上的公共教育资源 价格也不贵 那第六呢 是Sypress 立即了近30年的开发 Sypress 已经成为 休息人地区最大的郊区之一 在近几年 也逐渐成为 华人购房关注的 热门城市之一 Sypress Sypress 有几个相当不错的 油脂社区 比如Brigeland Town Lake等 这里的住房 普遍较新 价格区间较大 房屋价格 从30多万到100万以上 都有不错的选择 那Sypress的小学 初中高中 评分都很高 大度在8分以上 那第七个呢 是Fush Fush 它隶属于Fortband 条件得天赌后 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 便捷的交通条件 和良好的就业环境 被评为休斯顿 最务力的社区之一 第八呢 就是Balier Balier呢 树有家人之产的称号 夏令的Glaria三月七 及其两家多家公司 还有东面不远处的 世界级医学中心 为居住在此的 白领和金领人士 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以及强大的经济支撑 新房子 价格起跳就是100万起 拥有著名的小学 Home和白链高中 也有很多房产投资者 会在此购买老房子 进行推导重建 无论是支柱还是投资 都获得不错的收益 那第九呢 是Spring Blanche 这里历史区稍远一点 但是公园及其他的配套 设施一运俱强 最重要的是 交通便利的没话说 想去市中心 还是周边的热门三圈 都是亲人一举 房子类型呢 也多样 建筑风格多样 房价也相对亲民 性价比超高 那第十呢 是德州医学中心 它是全球公共最大的医学中心 全美第八大的商业区 屋于休士顿市中心的南边区 就在莱斯大学和浩曼公园附近 而且呢 好多政府大楼和会长中心呢 也都在这一带 周边有不少公立学校 在德州的排名都不错的 像罗伯茨小学和 Pesson中学和南马高中 医学中心呢 有各种各样的房屋 可供选择 有独斗 莲牌 Cando 价格呢 从低到高都有 因为这里的医疗条件和资源 都是全世界第一的 所以周边的房产呢 都很保值 很多的老房子 地块的价格呢 原来大于房屋的价值 另外呢 地块还可以进行分割 适合方兴和推导重建 尤其适合投资 像我们团队 就在附近有不少的 旧房方兴与新建房的投资 收益都非常不错 那第十一个是Memorial 作为老牌贵族社群 Memorial交通便利 景色优美 教育质量优质 许多豪宅呢 均位于此地 这里呢 多维独斗 复兴 宽厂 占地超大 由于其历史悠久 芳心和仇价力相当高 对投资者而言 收益破风 第十二呢 Woodland 它整座城市都处于 森林黄茂的地带 大部分社区都保留了原始树木 有四个村庄 又细分出多个社区 每个村庄均配备了 不同的设施 涵盖了公园啊 途步旅行 路径 自行车道 高福球场 商业中心等等 还有从独栋到专业 等一些的住宅物业 产品可供选择 居住环境优美 学区好 拥有众多高峰学校 另外呢 Woodland很安全 犯罪力呢 低于全美的平均水平 上面介绍的是 华人比较乐中的几个城市 如果你想在休斯顿买房 你想买在哪里 欢迎在下方留言补充 我是Joyce 市民资深房产经济 与投资人 我用投资的眼光 帮你进行房产投资买卖 关注我 我在休斯顿等你哦